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要懂得怎么样来淡化 自己对人间的一些执着 一件事情放不下 人生很多事情放不下 你要想办法能够把它解脱放下 最重要的 就要理解人生 若只如初见 何是秋风悲化善 古时候很多人悲从心来 和别人的感情离去了 依依不舍 最后把自己这种感情做一首诗 画在一个扇子当中 这个诗句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跟人最好保持在像初次见面这样 这就是我们经常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的一句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的时候太好了 感情会牵扯 牵盘 所以初见一人不再往心里去 何来分别计较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刚刚跟他初次见面 你不会对他有过分的要求的 你总是说 很好 看到别人 就犹如刚刚初次见面一样 你可以保持一种尊重 可以保持一种沉默 可以保持一种理解 也可以保持一种圆容 所以初次见面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是一个好朋友 我们是个好佛友 你一定不会斤斤计较 一定会随缘放下 当你随缘放下的时候 你人本身就是万般自在 所以很多人说 你活得很自在啊 为什么他活得不自在啊 实际上自在就是你自己啊 在调节你的心啊 你把很多的老朋友 把很多的外面的人间的那些单位里啊 或者一些人啊身上有毛病的 你把他感受到 我跟他初次见面 你一定不会对他有过分的要求 这是佛法的智慧